韓國 蔡英文 李宗盛 謝謝順利的介紹 大家好 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參加這個談論 提供我的一些觀察 那我的觀察可能也沒有特別獨到的地方 只是提供一些背景資訊 讓之後的討論可以結成 那我今天會講的較慢一點 其實也沒有特別的原因 其實我的表達安逸不是很好 講快的話更容易出錯 然後今天也有錄影錄一 如果講錯的話就會記錄下來 這個事後就比較麻煩 所以今天也不能講一些場地不合的笑話 場地不贏的笑話 所以我們知道說這個 一旦一個人被光看的時候 會改變他的行為 也許整個跟今天的主題是有相關的 那我今天講的就是三個 大家應該也蠻熟悉的一個概念 就是描繪 Pofying 跟蹤 跟蹤 check-in 還有這個 大眾情況 Maths of Williams 那我就把我的了解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也沒有特別獨到的地方 不過我還是說一點這樣子 Pofying 描繪的話 大家可以了解 就是說 傳統上的認知 就是說 比如說 警察在辦案的時候 他會根據目擊證人的 在暗化現場的一個 視覺的記憶 把這個可能嫌疑患的這個 這個生理 或容貌 根據目擊證人的描述 把它描繪出來 包括他的頭髮 顏色 可以的話 眼珠的顏色 身高 是男生女生 是矮是胖 身體有沒有特別的特徵 那這些生理容貌上面的屬性 其實 並不是當事人所獨有的 就是說這個嫌疑患是男性 但是很多人都是男性 這個嫌疑患有 黑色頭髮 但是很多人都是有黑色頭髮 但是這些個人的 屬性質 在生理容貌上面的一個組合 就可能 可以方便很多人在一群裡面 一群人裡面去辨述這個 目擊證人所描述的 這個人 那這邊我們就 可以知道 通常我們講 profiling是講一個人的一個 比較靜態的屬性資料 這個靜態的 這個性質 他是不會隨著時間的改革 那這個 他的描述呢 有助於我們了解這個人的背景 像他的身體 或容貌上面的一些特徵 讓我們可以辨識的出來 那這個profiling描繪呢 通常不會直接跟 可為個人識別的資料呢 然後畫一個等 我們通常講可為個人識別 就是personal identify 的話是說 這個人所獨有的 那如果當然是你臉上有一個 特別的八計 這個八計是別人都沒有的 那你臉上這個八計的這個屬性 是可以用來獨特的來指認 但是 一般我們這樣講這個profiling的時候 是不會支持到這個範圍 那這個 除了生理或容貌上面的一個屬性之外 其實我們profiling這個概念 用來描述一些人的背景 比如說他的出生年 或者他的居住地 或者是說他的經濟能力 他的學歷背景 那很多公司喜歡做這個事情 因為經由這個人的社會經濟背景 他居住地 以及他的年齡或消費能力的話 他可以對他做 適合他的一個商品的一個銷售這樣子 所以這個profiling這一類的情形 在我們這個日常生活裡面 其實是常常進行的 那很多不同的團體機關 他們其實都有個人 都有很多人個人的profile 他們可能是在不同的領域 或者是關於生理 健康方面 他們可能是關於消費的 他們可能是關於交通 這個居住的一個資訊 那tracking的話就是說 他是比較牽涉到一個動態的 或者是即時的 那一個簡單一個例子是說 尤其強調一個異動的一個資料 比如說你的信用卡的一個消費記錄 那其實揭露了很多一個資訊 比如說你消費的場所 你喜歡消費的時間 你喜歡消費的商品 是來銀行的價值 那有一位這個 這個電腦安血的專家叫 Bruce Snyder 他有一本書叫 Davion的Data 最近才剛出版的 他裡面舉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這個Sell Home 那Sell Home是 根據他的定義 電話公司能夠幫你安排這個行動電話的 通訊的話 他首先要知道 他知道 攜帶這個行動電話的人在哪裡 所以他一定會知道你的位置 即使你沒有跟任何人通話 他必須要知道你的位置 否則他不能把電話接通 那因為你隨身攜帶的電話 所以他會知道說 比如說 從晚上11點到早上6點 這次電話所坐落的位置是哪裡 接下來 這個電話可能有一些移動 然後他可能 這個電話在9點到下午5點之間 可能大部分 這個 停留的時間是在哪裡 那接下來也有一些移動 所以從這個 這類的資訊呢 他可能可以知道說 你的居住地是在哪一個地方 工作的場所是在哪一個地方 那這個 移動的這個樣態 是週一到週五是一個樣態 然後週六跟週日的樣態 似乎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他知道說你的是一般的 上班族 週休五的這樣子 那如果是在上班的時候 這隻手機沒有這樣移動 這隻手機是在固定一個地方 因為他可能知道 你今天可能是請客修 或者說這個手機呢 有一個禮拜都不移動 過兩個禮拜都不移動 再固定一個場所 而這個場所是 通常是你晚上睡覺的場所 因為他就有一個 可以做一個合理的推算 說這個人也許出國度假去了 他沒辦法休息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tracking 那我們這邊的概念 並不是說 因為你這個人 特別 你這個人是一個 警方要追尋的 賢女犯 所以電信公司 特別來做這個事情 而是電信公司 永遠都做這件事情 他永遠都有這些資料 那我們就是說電信公司 有這麼多資料之後 他可以知道 你的一些生活日常的習慣 可能在某些情況也有額外的用途 那這個都還沒有打電話 如果說在還沒有打電話的情況 發現兩隻手機 他們所坐落的位置是一樣的 那這手機是國會議長的手機 另外這手機是立法院高階 這個 不是 是法務部高階部官的手機 他們在某個地方同時出現 那就有一個合理的發言 是他們可能那個地方沒有交換過一些訊息 那這個我們一直以為 在某個例子也是 某個例子 然後呢 手機也揭露很多訊息 就是說你的通話的對象 那通話的對象就揭露你的社交網絡 那你最經常通話的一個對象 可能是你最親密的朋友或情人等等 那這個除了手機之外 我們日常生活會常被追蹤就是 就是你使用瀏覽器的時候 你上網的時候 那上網我想大家都知道這個Cookie 就是說 你在上網的時候 它會記錄你到某一個特定網站裡面 這個使用的新聞 就像你知道網路上購物的時候 它希望說 你現在購物車裡面已經有什麼東西了 所以你結帳的時候可以結出帳這樣子 那這個網站它喜歡收集 這樣的一個資料 但是 比如說這類的追蹤 這類的 新聞 它其實不需要 知道這個上網 這個特定人 它到底是哪一個人 它是希望說 知道這個人上網的習慣是什麼 它除了到我這個網站之外 還有其他的網站區 沒有 然後這兩邊是不是 就是資訊過會合在一起的話 會對這個資訊更多這樣子 所以現在在網站上被追蹤的是 一個很大的生意 尤其是很多不同的網站 它們會聯合發出 共通追蹤的這個Cookie 那這些資訊的話 這些網站會共通會上 所以你造航電網站 那接觸的再造航電網站 那魚網站 會知道說 你先前已經去管魚網站了 你在魚網站那邊 有興趣的商品是哪一個 所以在魚網站裡面 它這類的商品 也許可以 這個 特別的顯示屏 這樣子 好 那 再舉一個例子 就是 我最近買了一台 蠻厲害的電視 這台電視是會上網的 因為現在都有Internet7V 當然買這電視 你是沒有強制說 你一定要去上網路 但是大家都覺得 這上網路比較方便 因為你可以看YouTube的影片 那這個 因為這個是一個會上網的電視 所以現在看電視 我就稍微有點緊張 因為原本就是 這個不上網的電視的話 無論我是看數位電視 或者是KB頻道 然後我就 比較 覺得不太容易揭露這些訊息 然後這個 會上網的電視的話 它這個 使用某一個特定的作業系統 這些作業系統 還會不定時更新 那我就不知道說 我更新的這個 新的作業系統裡面 是不是有一個新的功能 尤其是關於追求方面 然後我使用這個 電視 常常他會提醒我 你是可以登錄 用比如說某一個網路服務商的帳號 登錄到YouTube裡面去 那因為我光看電視的行為 跟使用電腦瀏覽器的行為 是完全分開的 但是我現在因為用 某一家網路服務商的帳號 登錄到YouTube之後 要頓時這兩方面的消費行為的資料 就可以結合在一起 所以這個是說 不同做tracking的廠商 如果他們可以 合併他們這方面的資料的話 就感覺上對個人的行為就會影響非常多 那最後再講一點 就是說這個好像也不是針對你個人 也不是針對我個人 它並不是針對某一個人 他去做這個事情 它不是因為你 所以我們來做這個最終的事情 而是說他會所有人都做這個事情 所以這個就稱為這個mastivariance 就是大狀監控 那目前做這一類的這個 公司非常多 然後我們就可以談論一些倫理的問題 不是華麗而是倫理的問題 因為這些消費的行為 是消費者的資源提供的 似乎是 那收集這些消費者 在這個瀏覽或消費的資料之後 他可以對每一個個體 會不會去做客製化的廣告 所以他是拿你的消費行為 整理之後拿來對付你 那這個對付的方式 也許是知道你 根據你的口法 知道有某一類的弱點 你對某一類的商品 你可能最愛賣不住 那這個是我們 現在所面臨的情形 那做這種大眾監控的 不僅是商業公司 那很多是所謂國家私利 那國家私利 會跟商業公司去做一個配合 或者說商業公司會配合 去提供這方面的資訊 那這類的消費者行蹤的資料 會累積保存下來 所以並不是說我今天的電視 觀看的這個紀錄 明天這個 這家這個 Internet TV的廠商 就丟棄了 他就留著 因為現在有這些資料的成本 非常低 所以他一直會累積 那有需要的時候 他可以整理 來做進一步的使用 那我就大概 做一個背景上的說明 這個地方